亚运会男篮首战写胜菲律宾,虽然赢了球,但是剑步和不足的斩步无疑,无论是球迷还是球员教练,都该正是周期在NBA被虐了一个赛季后,进步确实很大,哪怕打不上球,远头更稳,自信心更强, 打拆一直做得很的味,攻防两端的全面提升,正好用另一位NBA球员做对比,单看数据起码打出了克拉克森的身价,PS,而且克拉克森是持球者王哲林,艾布杜莎拉姆在关键时刻都堪荡大任,王哲林不是身陷犯规危机,下班场应该更具威力,艾布机警,积极中关键先生困扰难来多年的问题依旧存在,惨不忍, 远堵关键时刻,就崩盘了后卫线,赵基伟受伤,丁燕与杭膝盖伤病影响,状态不佳,红队的后卫线捉襟肩肘,控制场上节奏的大脑门,在被追关海领先时,禁闭对手还急躁,接连失误,高压环境下关键时刻,后卫控不住,长次外周期的DV时球进攻还未成形, 姚明那种稳当的DV借球,坐一下转身跳投,不能一到这个位置借球,面对防守就没办法,比赛中有多次,对手延保下的DV持球,周期没有好的赢对方吧,NBA火箭那边,也正在关注周期的表现, 莫雷社交平台给周期打扣虽然是周期赛事,但周期如果能延续如此表现,下赛季的机会就会更多。